CHAR在VBA裡面沒有這個函數 它叫做CHR少一個A 所以你直接找第一個 在ECL裡面叫CHAR 在VBA裡面叫CHR 第一個就把它改掉了 第二個的話 Mod用的方式也不一樣 在VBA裡面 它不是這樣的敘述 它是敘述 這個先等一下再改 先把RA改成什麼 改成I 我剛剛講過把RA改成I 因為在這邊我們是用I不是用RA 那MOD的話就是 如果你要加上什麼的話 特別注意這個地方 就是把MOD先刪掉 因為我們不是這樣 特別注意它的敘述方式是 I-1 然後後面加一個MOD 它實際上在ECL裡面 把它當成是一個函數 可是在VBA裡面 它是把它當成是一個運算值 有點像加減乘除 就是我把I-1之後 再除以5的余數是多少 就是這一句號的意思 以後的話 這個還蠻常用到 你要求余數的話 在VBA裡面就是這樣子 然後後面記得就是刮弧部分不要太多 這邊好像太多刮弧了 這個是這邊的刮弧 所以一個頭尾 就是這個對這個 這個對這個 這個 這個chart對這個chart OK刮弧要對好 然後and前後記得要空白 然後int 在VBA裡面也叫int 所以可以不改 OK 好好把它移開看看 有沒有錯誤 如果沒有錯誤的話呢 它就是黑色 如果移開之後變紅色 那表示 裡面你可能會有刮弧上錯誤 這個說真的 有的時候 有的時候 你要一次把它做完全沒有錯誤 這個可能性 非常的低 為什麼 因為你要 已經對這個東西熟到一個不行的話 才有辦法 OK 那我是已經 跟他相處了二十幾年了 所以應該成為好朋友了 所以他經常性 他應該還蠻聽我的話的 OK 我要叫他做什麼 他都會 乖乖的幫我做 而且 OK 就是很順利的幫我把我要的資料給做出來 OK 做完了 應該懂那個意思吧 所以我剛剛改了幾個地方 我都把它錄影下來 如果你細節沒聽到的話 回頭自己再做做看 也就是說如果你將來 函數要轉VBA 都是沒有問題的 而且非常的簡單 很多時候其實我函數的邏輯做完之後 我也不想再動腦筋了 我就把它貼上去改一下 就改出我要的東西了 你說還有其實 程式語言很多種 其實語言跟語言之間也是相通的 只是說 那個語法稍微不同 所以很多時候我寫完一個 我也是類似的方法 我只要知道它的差異點 所以很多人學另外一套東西 是從頭學 那是比較笨 比較聰明的是 你要知道兩個之間的差異 比如說你VB跟Java有什麼不一樣 你要知道兩者之間不一樣 你就學不一樣的地方就好了 一樣的地方可以不用學了 不然的話學HG 很多地方都重複了 OK 做完之後的話 應該沒有問題 我們來試一下 再check一下 CH 這個指的是抓到67 再加上MOD之後的結果 然後如果是 假如說它是哪一列 比如說它是第一列的話 扣掉MOD 剛好就加0 就是C 然後再來就是 在第二列的話 就是MOD的結果 余數就是1 所以67 用CHR回來就是D 就是字串的D 然後再加上 後面串接是1 然後串12345一直往下串 我們來試一下 最後清楚比較簡單 後面加上空字串 執行一下 這沒問題 那多欄轉 多欄轉單欄的話按下去 OK 有沒有發現 應該沒問題 做出來的結果 完全Match 裡面其實我沒改什麼 就把它貼上去 做一個簡單的修改 就完成我們要的結果 那這兩段程式 我也有把它貼到雲端上 如果有興趣的同學 也可以自己再去 try一下 可以這部分的話 提供給各位參考 這個是 多欄轉單欄的 這個VBA的一個接法 所以基本上那個Range 跟那個Indirect 感覺上好像是系出同門 根本就是一樣的東西 所以Indirect 今天你又多學了一個 在很多的地方上面 蠻常用到Indirect 不過我講過 Indirect它的缺點就是說 你的欄 將來可能要配合CHAR 才能夠去變動哪一欄 那要不然你不要去配合CHAR 你就可以用 你不然你就改用Index 也OK 再來那個 檢視與參照裡面 除了剛剛講這些函數之外 另外好像 我剛剛有提到一個叫Offset 其實Offset我有實際上做過 也可以做出要的結果 Offset 那會不會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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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